大家朋友 歡迎來到恐怖一粒鐘的晚上 今天是星期二 為什麼要喝朱古力拉茲 我覺得這個是不是換了新包裝 為什麼好像不一樣 不是啊 剛才在雪櫃內 但很好吃 我很久沒喝過朱古力奶 是不是過期的 不是吧 你知不知道這個朱古力奶有首歌嗎 什麼朱古力奶沒有定期的那個 是嗎 坐牆秋的 如果太多牛奶味 朱古力奶沒有定期 什麼更多朱古力奶味 牛奶味又不爭氣 這首我認識的 這首你認識嗎 是呀 這首我認識的 這首很厲害 小時候你知不知道這首歌嗎 是呀 即是上學時早餐必喝 我有一個習慣是不吃早餐的 我媽媽每一早上學前 她會煮一杯暖的 或者柯華田 我發現我現在有一個習慣 就是喝了那個溫度的東西 我會一口喝完 因為我小時候的習慣就是一口喝完 之後再上學 這樣好笑 對呀 所以我喝了之後 大家都說是情侶座 剛剛一回來就覺得我們這麼讚 我們真的沒有教過 沒錯 你最喜歡喝的紙包飲品是什麼 我想如果最常喝應該是蜜精 蜜精 最喜歡喝 對呀 其次就是檸檬茶 我最喜歡喝的紙包飲品 不是經常喝的 因為不是經常見到 但見到通常都會買的 什麼 維他摩果汁 嘩 這麼偏滿的東西 維他摩果汁和石榴汁 這麼偏滿的東西 因為小時候讀幼稚園的時候 是 去旅行的 我記得有印象 第一次去幼稚園的時候 是旅行的味道 去旅行的時候 就去那些動植物公園 然後在車上 那個老師 就派了一包維他摩果汁 很好喝 然後我之後就很喜歡喝摩果汁 我類似有你這種童年回憶 我小時候在外國 你覺不覺得 外國的橙汁和蘋果汁 是不同於香港的 我想說加拿大 那些大包裝 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個味道永遠都喝不上 尤其是 你上飛機的時候 那種味道就是那種 所以每一次上飛機 我當然一定會喝橙汁 他好像喝下去的蘋果汁 稠一點 我不知道怎麼說 因為香港是買不到的 而且那件事給你聽很好笑的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 狠德基和麥當勞 是有一點點不同的味道 狠德基和麥當勞 不同的味道 你在說野飲還是什麼 那隻雞和漢堡包 是有一點點不同的味道 那確實是不同的 例如麥樂雞的KFC都沒有 不是麥樂雞 那隻雞 因為它是不同的雞種 是嗎 雞不同的雞種 我經常覺得 我經常覺得 麥當勞那些 全部都是打到碎 其實都不知道什麼 是什麼肉 但是KFC那些 是真的 真的不會打碎 你會看到的形狀 是什麼 還有你不要以為 外國什麼好 有些很難吃的 有些甜品 外國的你吃不到 甜得到 甜得到 你吃一個沙子蛋糕 哇 整口砂糖 你吃不到 每一口都好像是糖 對 吃不到 甜得到 不知道是什麼 對 甜得到 你喉嚨的 那種感覺 薄荷朱古力奶 是長期都難喝的 有薄荷朱古力奶這個東西嗎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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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陣子出了很多怪味 木瓜奶 那些 全部都不好喝 你是說的 對 超不好喝 我記得 好像有一個屋形的 正方形包裝的 木瓜奶 什麼香蕉奶 那些是好喝的 我忘記了什麼牌子 今天我們繼續說回 上星期還沒說完的 有些屯門區的鬼故 其實我上去網上 看了 關於屯門區的很多鬼故 其實真的不是那麼多 距離來去都是那幾樣 題外說 有個觀眾 他說如果我們要實地考察 可以請我們去考察一下 我們經常都到處說的地方 是不是他想載你 不是 他不必想我去 他點名字說要載你 是嗎?男還是女 女生 OK 那我可以去吧 不用你了 其實真的不用我 不用你了 他說OK的 他可以載你到處去 謝謝你 這麼久 是嗎? 有費我的 100元我給得起 100元 車子幾次一公里 1元 那我走了60公里 你給了60元 切證 好笑 我們先看看圖片 今天講屯門區的鬼故 好笑 上次講了很多 是 今次講大興村 大興村有沒有戲過? 沒有 沒有戲過嗎? 我小時候親戚 自己在那裡 九北一年都去兩三次 即是很早期的屯門 我小時候 即是開朗戶的時候 真的超多年前 話說大興村的鬼故 近期也有些話說 我講遠一點 在80年的時候 大興村 我不說哪個樓 因為現在有人居住 可能不知道是不是 泰麥樓 在12467 那裡發生過一件事 就是 當時有一個倫常慘案 有一個大兔婆 她的名字姓陳 叫陳鳳兒 她懷疑老公有外遇 因為是一個禮拜前 一個女人上家找她老公 其實不知道是甚麼人 然後她就不開心 然後就發瘋 好了 她有一天 在下午的2點46分 差不多 她也是住12467的 差不多 也是2點46分 差不多 很相似 然後她突然之間 在住所裡 就斬死了她的兒子 阿寶 就8歲 斬死了她的女兒 就叫做 姓劉的 劉石 6歲 然後她自己 她是大肚 就再下刀 刺死自己 於是乎 三師四名 當時80年 就很轟動 那她老公呢 她老公 後來回來 因為鄰居 為甚麼會知道 鄰居打牌 突然之間聽到 慘叫 去她家看 立刻報警 後來她老公 就沒有一直住 也搬走了 那單位呢 也空置了很久 明明是 那個老公有問題 為甚麼她 把小朋友都堆倒了 精神有問題 對呀 很可憐 即是早期香港的 倫常慘劇 在屯門那一邊 那她兩夫妻 其實很少跟別人聊天 而且她的兒子 8歲那個 就在元朗讀二年級 女兒在樓下讀幼稚園 平時 有時候家人 以前那個年代沒有冷氣 就在樓下休息 很多人都認識她們 但是在發生一個慘劇之前的一個禮拜 她們比較少出街 當鄰居聽到有小孩叫 她又有慘叫 她當時很殘忍 她很殘忍 那最後就搬走了 你知道以前那些屯門區的地方 屋邨會打課齋 夾錢 樓下有些委員會 做了法事 做了很多事情 但是呢 在之後 都開始 有人陸陸陸陸陸傳出 很多些怪事出來 就是這個單位 首先有什麼怪事呢 有些晚上回家的人 在當時搭電梯 就見到有個女人 就是她經常去休息 就見到這個女人 大家都很害怕 就是她不出聲 在電梯裡面 也有些朋友說 小時候就是住那裡 你知道小時候的消息沒有那麼流通 但是也會有人說 人傳人 一個傳一個 兩個傳三個 三個傳十個 傳一下傳一下 就事情有點不同了 是 有些附近讀小學的小朋友 就當這些是探險的地方 我不知道你小時候會不會 那裡死了很多人 我們去探險的地方 就是沒有東西玩 是啊 都會 真的很無聊 那這個傳說就是這樣的 就是說 有兩個小孩 就上去 剛才說的12樓那裡玩 就去看看哪個單位 其實沒有東西看 到門口就看一看 因為沒有人住 那他們就會見到 有一個紅色的女人 就會拉著她們 拉著她們的衣服 然後一巴巴就打個小孩 那些小孩不是走的 那走呢 你知道冷漢那些 你都看到了 濕字形的 不是向左走就向右走 那去到盡頭一定有樓梯 總之他們走到去 走來走去 都是走回那個單位的 那又會見那個女人 又再迫她 那直接狂說對不起 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 那說完之後 你才會走得到 因為她走來看 她不喜歡你騷擾她 她本身也懷有一個怨恨之心 而且她也是堆壞了小朋友 那些人就網上說 這家人 我試試找不到她們的資料 已經幾十年前 差不多四十年前 那我找出來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她就斬死了家人 全這個單位 在1246室那裡 就走不了 變得有點怨氣 還有還有其他鬼故 就是說 在外面 她明明沒有人住 那時候 你都會看到裡面有燈 還有 有人聽到冷行 有小孩子玩 聽到有人尖叫 因為她死的時候 在那裡慘叫 很多人都經過 都會聽到 當她死了一段 沒有人住的時候 當然現在 我不知道這裡拆了沒有 也可能有另一個人進去住 很大機會 那些人多數怕窮 多於怕沒屋住 我曾經有個親戚 她申請這些樓 你申請的時候 有一天 住不住一些 突快 即是死了人的單位 或者特別單位 你填了的時候 就會突快 她就沒有田 但也有人問她 是嗎 她也有很多小孩子 那些貧豪戶 就問她 我們有一個快點 你要不要 她就說不要 但我想知道 當她問她的時候 會不會知道 這家裡發生過什麼事 她會跟你說 即是經過都會跟你說 會跟你說 我覺得這個挺恐怖 例如 那個女主人死在廚房裡 其實也挺恐怖的 我覺得 她一定要跟你說 要不然你有什麼事 她要負責任 我舉例 可能她沒有跟你說 你進去住後 然後突然之間 你說我有焦慮症 有抑鬱症 你之前沒有跟我說 我突然間很害怕 嚇到我 我追討我什麼賠償 她會出事 如果我跟你說了 她一定要跟你說 當時發生這件事 就有個單位 剛才那個鬼故 就是有些網友 我問他們住屯門的人 告訴我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小時候有上去12樓 看別人家屋 然後有個女人 會一巴巴打來的 然後你一定要狂說對不起 因為你跑左跑右 你也是走不了 去回那裡 還有在屯門 有一個傳聞 其實就說 屯門某個地方 有一個叫寡虎村 即是不是屋村 我想是很舊式的 寡虎村 全部都是寡虎住的 老公全部盯上去 那究竟有沒有這個寡虎村 我亦翻查過很多的報紙 很多不同的書 我發現是沒有的 即是純粹都是傳聞 沒有一個地方叫寡虎村 屯門 你看我上次 190幾年的報紙也找到 沒有的 那為什麼屯門 有些人說是寡虎村 其實有些說法就是 因為以前屯門是新開發區 那很多人下來 就沒有地方住 就會住在那裡 因為80年代剛開發的時候 那他 譬如國內下來的人 他當時知識水平比較低 那他沒事做 那他做什麼 就是做三行 三行 三行 這是什麼 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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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銀行的一種 是銀行的一種 對呀 匯豐銀行 那類的 是嗎 我叫三行 三行 三行就是什麼 對 說真的三行 這些是古代表的 做建築 建築 不是 那些三行 真是老爺才知 做什麼 做三行 這是什麼 就是做建築 那類 他是這樣的 以前做建築 工業安全 沒有現在那麼好 也沒有什麼香港人做的 大部分 到現在都是 做建築的人 都是一些 外地 以前上一代下來的人 遺留下來的 現在做建築 都有點危險性 在地盤裏面 很多都要考牌 現在不知道什麼牌 什麼牌 以前那個年代 你知道 牌又沒有什麼 又沒有什麼安全主任 所以 很多做三行的人 因為意外 就過了身 有些人 那些人 很多男人 過身 寡婦 很多 所以就有這樣的傳聞 所以都是這樣的傳聞 我推斷是這樣 也有人在網上說過 這個原因出來 還有我之前 上次都說過 就是說 很久以前 就是戰後 四幾五幾的時候 屯門去屯門 那段路 我不知道是不是 彎多路窄 也都由市區進去 比較長的路程 當年來講 很多交通意外 非常之多 也都多 到後期 慢慢人口增加了 道路工程亦都擴闊 改善了 發生在交通網絡裡面的鬼谷 怪事 也都少了 就是很多 我們說完這個大慶村裡面的鬼谷 還有好像其他 有些近期 有些紅衣女人跳樓 都說過了之前 所以那個就不說了 第二個要說 關於屯門的鬼谷 就是有一個地方叫三盛村 其實我忘記了追尋 三盛代表哪三個城 有些什麼原因 原來 我真的不知道 三盛村 那三盛村這邊 最有名的那個叫三盛石 那你知不知道三盛村 很久很久很久 直到你爸爸媽媽都未出生 你爺爺都很小時候 究竟三盛村這個地方是甚麼來的 是不是海邊 為什麼你會想到 為什麼你會想到 我覺得 為什麼你會想到 因為你看到 那裡有些高樓大廈 但很小 像是對面的海 所以我覺得它是海邊 這個就是 是不是有一個叫三盛灣 這個東西 是的 新鎖啡灣 下面 上面 你一看這些海岸 全部都這麼整齊 就知道這裡是填海區 是 好了 以前是甚麼來的 在這裡 以前有一個很出名的州 那個名叫老鼠洲 哦 就是現在點住那個位置 哦 這個就是老鼠洲 即是這邊 這個地方 其中有一個很小的島 就是叫老鼠洲 有相傳說 以前這裡是屯門居民 有一些亂葬崗 嗯 又是傳這裡很多鬼故 為什麼叫老鼠洲 又說亂葬崗 亂葬崗 亂葬崗 我覺得會不會是很多 因為亂葬崗 會不會有些人 想著去那個尋寶 可能有些甚麼 死了之後 那些屍體 有些分標 不知道有些戒指 所以很多老鼠 即是那些人會說是偷東西 我猜 即是老鼠 老鼠貨 即是偷東西 即是鬼鼠鼠鼠 即是鬼鼠鼠 潛東西 是啊 我猜而已 是錯的 那是甚麼 大家聽眾 大家一直猜 有個小島 叫老鼠洲 老鼠洲 難道有很多老鼠 這麼簡單 又是說亂葬崗 為什麼呢 為什麼是老鼠洲 因為 因為多屍體 多屍體 是啊 這個對 真的假的 這個反而是最簡單的 原來就是中 原來因為他帶了屍體 放在那裡 那些老鼠就走 老鼠才是游泳 近近的地方游到 我看到上次有條片 然後捉一隻老鼠 他最後走水路走 捐到屍坑那邊 然後走了 沒錯 他是很厲害 他走到那裡 就是吃老鼠 這件事是真還是假呢 還有一個傳聞 關於三聖村 對面有一塊大石 以前是分水石 石以外就是海 石以內就是一個陸地 當時開始填海的時候 就建三聖村 本來那塊石 是左邊 就是想搬走那塊石 但不知為什麼 你一想搬走的時候 就是這塊石嗎 對,這塊石就是分海和陸地 這塊石呢 有些怪事和附材在裡面 即是不是一塊普通的石 你現在還要圍著它 一枝香一樣 點紅的東西圍著它 那是什麼呢 三聖石 原來你想搬走它 就是拉提連娜的 一想搬走 就馬上發生意外 原來相傳就是 它對面就是亂撞崗 後來那些人就是說 你動這塊石 就影響到那邊死在那邊的人 即是它寶主孤雲 什麼都沒有 後來他們也在附近 建了一間廟 就是說 到人口多了 人氣旺了 好了 陽氣神 夠神 那些鬼就沒有那麼厲害 那究竟我們探討一下 它所謂的一個老鼠洲 是否真有其事呢 是否在洲上面 是否真是一個 其實普通是一個小小 你說它亂撞崗 又這樣那樣 是吧 究竟是否真的亂撞崗呢 相傳這樣 那我又是一樣 盤著這個沉丘探秘 沉根究底 是 拗荔枝的心態 又找了一些資料 對 我們要拗荔枝拗到底 一做就要找到東西出 於是乎 找到東西出來給大家看 報紙 出了些什麼呢 什麼啊 派報紙 就是派報紙 你知道什麼叫派報紙 派報紙是什麼 派報紙是術語 我現在就派報紙 這是 不知道 以前這樣的 派報紙 都不是我的年代 我是說真的 是否丟報紙入屋 我記得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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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 有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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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派報紙會連牛奶送到你家 牛奶是甚麼顏色 顏色 那為甚麼派報紙呢 但是會明白 派報紙又快 是壞事 壞事 那不是壞事 人之常情 我大概猜到是甚麼 派報紙很快 因為一個大廈有很多單位 撞撞聲就快出去 派報紙很快派牛奶 真是做甚麼 這麼快 即是兩分鐘熱度 你認識這麼多這些術語 我每次來都好像上課 我想知道那些聽眾是否真的聽過 還是沒聽過 劉慧妍 派報紙一定聽過 真的嗎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那些90後會聽過 我不相信 我是90後的 真的聽過 我們探討究竟老鼠粥 是不是真的亂撞過 好了 我找到比較早期 有些關於老鼠粥的一些 一些報紙 是 牌章給大家 但我想知道現在是否還是 有這個地方 沒有了 填了海 填了 喔喔喔 剛才給了徒弟看填了海 但我想知道以前 現在也是在用這個名字 這個區域 不是 純粹都是 變成背軟背軟的 老鼠粥其實是一個很小的 突然之間離開沒有多遠的一個粥仔 他們叫它老鼠粥 沒有人住的 還有炮台 老鼠粥上面建了什麼樓 真的要看一看香港發展藍圖才行 我相信可能會有些猛鬼 為什麼呢 我找到一份報紙 就是1962年的時候 在老鼠粥 它就準備做一個輪船加油站 本來 我在說五幾六幾年 屯門是很荒蕪的 荒蕪到爆 荒蕪到可能連牛和草都沒有 偷柴 另一件事是偷柴 什麼是偷柴 偷柴 偷柴是 很多時候按摩的時候 會有一個術語叫偷柴 就是又是色情的東西來的 其實不是色情的東西 又不是 人的一個生理反應 偷柴 這個就是早期的 它就不是老鼠粥的 這個海域附近 對出沒多遠 有個小舟的老鼠粥 這邊以前 在這裡住的人 都是附近的 有些泊船的人 有些出去拿魚 就經那裡回來 最開始 在1962年的時候 政府就是把附近的海灘 和一萬呎的海藏 就是一萬呎的地 不是地 就是海邊 租給了一個輪船的加油站 當進入香港的時候 你就在那裡入郵 或者離開香港的時候 就在那裡入郵 就判給別人去做 1962年就租給別人 做一個輪船交叉之後 1963年就多了人去那裡工作 不少人在那裡工作 多了往來 開始就有人 就走上去老鼠粥那裡 看看究竟是什麼 探險 1963年的3月 在青山灣對開的小山裡面 平時都人跡罕見 有幾個好奇心 早期的靈異愛好者 靈探分子 他就說 有個亂撞江 不知道真是假的 看一看 他在那裡玩一下 看看是否真的有些死屍 他就走到上面 好 他一上了小艇 上了老鼠粥 上去那個山 山仔那裡 就開始看看有什麼看 他找到什麼呢 這個我沒有說過一小時 我沒有說過 肯定老鼠粥 他走到見到 整個山頭上面 佈滿著一些 腐爛了 和未腐爛了的什麼屍 動物嗎 他用什麼形容詞 是一零零 一零零 一零零 嬰兒屍體 為什麼 有其他人骨在附近 有些動物的骨在附近 簡直好像魔鬼地域那樣 是甚麼 他後來就發現了 有小孩子 有很多巨 還未腐化 真的有肉爛了 這個情境 有些腐爛有些未腐 有新鮮的 甚麼都有 他通知當時報警 報警就不理 叫衛生署去看 衛生署收到 接線報有屍體 說被迫著去看 上天發現了 有些出生不久的BB 屍體有五具 有十歲以下的同屍 也有一兩具成人的鞋骨 有狗的骨 那些人當時死了 就是亂狀缸 無論是動物還是人 在船上死了 又要報戶 又要埋葬 又要埋葬 那他就 丟了上去 於是乎就變了亂狀缸 後來就 等於是老鼠洲 有些鬼谷傳言 你駕船經過 有人揮手 晚上有哭聲 千萬不要走過去 如果不是 你經過的時候 那些冤魂 因為他們可能是水上人 又或者是漁民 他們跟著你的船 就拔你下去 替死鬼 因為他們 沒有人管 這個就是 早期裏面 老鼠洲的 他們說亂狀缸 找到出來 真的亂狀缸 下一張照片 我們會看到 以前很迷信的 就是 有兩種人死了 是不准放在祖先的地方 一個就是 未嫁的女兒 未嫁的女兒 一個就是 大肚子死了 為什麼 要不就是 小孩子腰節 不吉利 大肚子死了也不行 不行 神經病 有很多案例 都是這樣的 這個有說 全部都是三樣 都是女人 沒嫁的女兒 大肚子 還有什麼 小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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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說 他在駿船交站 六二年 六三年又被人發現了 就是亂狀缸 所以屯門的人說 這個鬼故 其實是有根有具 有根有強的 你看一下照片就會知道 他又說出來 就是 你看到嗎 青山灣 老鼠洲 人絲淚淚 皮肉多情腐爛 拜完前往檢獲 六具同絲 大人骨一副 狗絲有五具 還有吃了那些 其實我覺得 不太少 肯定 難道他整個山頭和你 挖出來嗎 是這麼多 是這麼多 走 六幾年 去收片 和你搞這麼多 還有我覺得 那個年代 找到這些 一堆 腐屍 是不是一個 很平常的事 因為很牽批 那些人是 很奇怪的一件事 現在香港 無緣無故 在哪裡找到 香港也有 我講過 何文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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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緣無故挖挖一挖 一挖一挖一挖 一堆小孩的骨 以前是亂撞崗 不知道是幾號墳場 那些 其實節目講了幾百集 有很多香港歷史 滲透了在裡面 真的要找出來 不是聽完就這樣告訴你 這些真的要找 證實到是真的 這些不是二次大戰的 這些 我們節目不是靠吹的 我們全部呢 都是吹 探求真相恐怖一粒中 兩成真實 八成吹水 甚至說三質 現在變八二 喂 你不要理 你不要理 我現在給你看 對不對 有很多東西 有紀錄 有報章 哪份 對 對 對 好 下一節就是講 屯門有一間 綺多里戲院 哦 我們留在這部相片 第二節回來再講 好 播一個廣告 麻煩你